挑战用装备页面的物资淘汰5人 大家好,我是贺金熙 本期挑战内容是 用装备页面的物资淘汰5人 你们说巧不巧 你们怎么知道我仓库的装备物资箱里有装备呢 你看看 碰巧,我这装备箱里就有一个六级头 碰巧一个耳机,一个版面罩 碰巧一个装满进攻雷的AL弹挂 碰巧一把5C,一个登山包 碰巧一个FA,一把杀音 这碰巧的碰巧,我是碰巧的专家 戴上二级弹直接出发 开局刷新到了剪辑室 一号位不犹豫直接冲剪辑室 这个附近有两个出生点离我们不超过20年 扔雷方向,隔壁通风走廊 还有假山后面的仓库区 扔了8颗雷 最终被我用二极弹拿下第一个淘汰目标 一顿操作发现搜了个寂寞 中控区已经有人打上,那就慢慢打 仓库区偶尔会刷出两个人机 漏涩身未打掉,完成淘汰三个目标任务 补给一下摔炮导弹挂 继续清理电视台地图 剪辑室摸过来一个老六 隔墙给他吃两颗进攻雷 会有耳鸣效果 然后直接切摔炮追他 平脚步对面应该是两个人 所以放他一把 冲进中控区 发现企划室还在 顺手解决一个人机 完成淘汰四个目标任务 清完人机当然就是摸金了 结果四个保险箱 一共摸出三个电台 不愧是电视台 这电台准备的是挺多啊 一点小惊喜 不意间在子弹箱里摸出了35发四级弹 正好可以当备战勇 就在我们准备拉闸吸引人机的时候 大堂和底片式交界处出现一把大局 应该是A230 此时的我还剩一个淘汰目标 就可以完成这次挑战 所以 我直接掐了一颗顺暴雷让的后退 再来一个秒趴躲过他的第一发提前枪 用0.01秒的时间走进成的脑壳 直接一发命中 拿下第五个淘汰目标 恭喜自己本期挑战成功 天使地利人和 让我终于完成了一次挑战任务 没关系 即便我完成挑战 我一样会让这位兄弟圆梦成功 兄弟们还有什么新玩法 赶紧写下你们的挑战书吧